今天很高兴 其实这是我们的第二场 我们在台北其实有办了第一场 这本书的说明会 一开始我们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背景的 就是这本书的背景 以及这一些低碳治理这个议题 现在这个趋势的背景 让大家了解说 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发生中的趋势 不是我们在讲一个什么未来的预测 或虚无缥的趋势 它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那这本书其实当时我受邀是担任顾问 那我本来想说顾问嘛 就是顾来问一问 结果不是 其实我拆听整个过程之后 很惊讶那个中央社的专业 跟他们同仁付出的努力 各位先进 如果你手上已经有这本书 你大概翻一下 虽然它名字叫讲碳交易嘛 但是你仔细看 你发现它不是全部在讲碳交易 它前面十几堂 也不是十几堂课 十几个案例在讲什么 在讲产业真实的经验 那为什么如此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大家可能在茫茫的资讯海里面 大家更想知道的不是观念而已 大家是想知道怎么做 那我们一般实务上 你要了解怎么做 就是看别人怎么做最快 所以我们大概在这个背景底下 来聊一聊这本书跟这个议题 那谈这件事我还是很 很希望说从一些议题脉络 让大家知道 说这一件事到底多重要 那我们的谈法会是这样 先让大家了解说 为什么现在全球谈低碳传型 谈低碳治理 是因为我跟大家报告 之所以要做这件事 不光光只是它重要 而是因为全世界现在有共识 大家说好要做 所以是因为大家说好要做 所以你必须要做 你要往前走 那这个大家说好要做 更具体点来说是什么 其实是在2015年的时候 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凑在巴黎 开了一个很著名的会照 那个气候变化 刚要公约第21次大会 很绕口 但不管如何 在那一次会议里面 全球决定了共识 他的共识是什么 在这个 他说我们希望在世纪末 世纪末大概是2100年 就在座各位包含我在那里 我们可能都看不到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努力 其实我们现在努力 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要留一个 不要那么热的地球给他们 那不要那么热 是不要多热 他就讲 我们的共识是 希望留给我们的小朋友 温度上升 不要超过2度C的一个地球 因为现在已经在变热 不可逆 我们不可能不让它变热 只是希望它不要那么热 跟什么时候比 跟绕口 前工业化时期 那前工业化时期 大概就是1850年到1900年 这个50年的平均 所以我们现在任何谈 什么几度C几度C 全部是跟工业革命之前比 但是现在的麻烦之处 是现在 2024年的当下 我们大概已经1.1 1.2度了 也就是我们Quota用得很快 其实快要突破那个界限 所以你现在常常听到 什么气候紧急 或者是要增加减量气图星 各位先进 这个不是形容词 这个是专有名词 他在讲这件事 他说我们现在很紧急 因为我们有2度C 甚至有1.5度C的目标 快要达标 但是我们不希望达标 达标是不好的 所以有了这一个共识之后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要决定大家的目标 我们要有目标才能往前走 因为这个比较像什么 共识 比较像愿景 它这个方向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经过很多科学家 去做评估之后 他告诉我们一个科学事实 他说因为温室气力 只在火太久 它在大气中会火很久 所以你世纪末的2度C这件事情 一定在世纪中 2050到60之前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让你那个大气层里面的温室气力 不能再增加 不能再增加 为什么 因为温室气体虽然地球会消化它 我们把它理解一下 就会消化它了 但是它需要时间消化 所以如果你在世纪中 2050到60的时候 你还一直加新的到大气中 那你世纪莫来不及 所以导出一个全世界的目标是什么 各国各个企业在讲 我们谈的目标很具体 就是2050的时候 不能再增加新的排放量到大气中 这个东西叫净零排放 所以大家就比较清楚 其实是因为有2度C的目标 然后有2度C的共识 然后科学家帮我们算出来说 那你要2度C的话 你在205060之间你要净零 那净零就是不能再增加新的东西到大气中 不然你来不及 来不及消化 那可是从管理的观点到底有没有做什么 才能净零 其实你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内涵或定义 它其实没有加点神出 它很单纯 它告诉你说 不能增加新的到大气中 可是人活着就排二氧化碳 我们呼吸就排二氧化碳 那怎么办 人都还活着 所以其实净零这件事 它真正的操作意涵是说 你可以排 因为人活着就排碳 但是你排多少 你要想办法抓多少回来 这样大气中就不会增加 你排一万吨出去 那你就从大气中抓一万吨下来 想办法 让它一加一减 就没有增加 所以这是净零排放的定义 但净零排放这件事有点麻烦 你了解概念之后 你要知道怎么做 不要太早去承诺 因为很难做 为什么 你今天想象得到 什么换灯管 换冷气 换灯泡 这些有的没的 不管换什么东西 它其实全部都在干嘛 它在这边 在左边 它是在减少你的排放 各位先进 如果你家里已经换冷气 你应该心有所感 你换了变频冷气之后 电费可能少了一半 少四层 少五层都有 换变频冷气 你在开冷气 在搅账单的时候 你很开心 是因为你少缴钱 可是你要意识到 你不是不用缴钱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管灯管冷气 什么东西都换 换完之后 你只要用它 你就排碳 你只是排得少 所以你怎么去做到净灵 你今天如果只是 做那些传统 你印象中的换设备 这件事 你是做不到净灵的 你是不可能净灵的 你只是少排 所以净灵的关键是什么 是右边 要抓 要去抓 那抓的技术叫什么 我们一般专业名词 叫负碳 负排放技术 有一个negative 负 直接翻起来是这样 那像这两三年很红的 就是什么 植物灶林 土壤 碳灰 蓝碳 就是红树林 海藻 湿地 这些 碳灰 就是一种 抓 的范例 为什么 因为 其实那个树 它会做光合作用 它做光合作用 它把那个二氧化碳 抓下来 树干会越来越大 那个就是 抓 但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这两年 一直在讲这一些 什么灶林 土壤碳 海洋 蓝碳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 我们也只能讲这个 我们现在的不好消息 是说 负碳技术 特别是人做出来的负碳技术 还没有商业化 还没有商业化 大家前铺后期 一直在做RMD 可是还没有商业化 所以我们现在 有钱买不到技术 这最麻烦 你可以种树 但是你有钱买不到 重树以外的技术 这是最麻烦的地方 也就是说 在这种限制底下 净林不会是短期目标 它不是2030的事 不会是短期可以做事 因为你就还没有技术 所以净林 在技术的限制底下 它是长期目标 呼应我们刚才讲 要承诺的话 你可以承诺 但承诺2050 你要等技术 我们现在在等技术 那在净林之前 你迈向净林之前 你要做几件事 就很清楚 你不能不做事 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做盘查 这两点很红 你要先知道 你自己排多少量 第二个 依据你的特性 去做减量 尽量去减 那第三个是什么 在还没有净林的技术之前 如果你要负责任一点 你应该去做碳中和 碳中和精神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它的精神 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操作定义 跟上面只差一个东西 是什么 这个 对不对 抵消 那抵消是什么 它的白话就是 你自己 你排出去之后 你要尽量去减跟抓 但是如果你抓不完 怎么办 他说没关系 你就请别人帮你做 外包给别人做 这个叫抵消 抵消我对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排一万吨出去 我减不掉那么多 所以我请旁边的工厂 帮我减个一万吨 或请别的国家的工厂 帮我减个一万吨 去平衡一下 因为我们最后目标是 大气中的量不要增加 那这一件抵消 就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探权 他就在讲探权这件事 抵消跟补偿 就是探权的概念 那为什么探权 可以在这个作用底下 发生效果 是因为大家记住一件事 因为二氧化 它活太久 温知悉它活太久 太久 这件事情导致什么 其实在全世界 哪一个国家排 或全世界 哪一个国家减 其实对地球来讲 效果一模一样 不会因为你在台湾排 你就比较厉害 伤害比较多 不会 反过来讲 你在台湾减 在日本减 在大陆减 在埃及减 其实对地球来讲 效果一模一样 因为重点是那个总量 不是你个别减了多少 在这种物理特性以下 它跟传统污染物很不一样 传统污染物在哪里排 哪里减 真的有差 但是温知气体没有差 它的关键是那个总量 也因为这样 所以探权 或者是探交易这件事 它为什么可以运作 因为它的关键是 全球那个量要控制住 它不是在讲个别 自己要减多少 是你尽量减 但你减不下来 真的有困难 或成本太高 你请别人帮你减一下 平衡一下 补偿一下 抵消一下 所以在刚才的逻辑底下 其实我们迈向净零的 这一条路是很清楚的 它就只有一条路 大家走的方式 快慢会不一样 可是它的路是很清楚 为什么 长期要迈向净零 可是目前没有技术 所以我们是迈向净零 把它当长期目标 那前面做哪几件事 就是做盘查 减量 然后碳中和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 游戏规则 你要去满足它 我们叫准约 就是现在你看 做生意现在做很难做 你除了说 以前是讲究什么 成本 讲究效率 讲究人脉 讲究品质 现在还讲究什么 讲究你要低碳 一大堆 有的没的游戏规则 这个都统称叫转型风险 或叫准约 所以在迈向净零之前 这几件事你要做 那每个企业 它本来天生遇到的困难度 有差 所以就是有快有慢 然后又简单有困难 差别在这 但是这条路的方向 大概是长这样 那我们现在问题是什么 在刚刚的这个目标底下 我们开始有人会要求我们 要求为我们的碳牌付出代价 或负责 我们叫做排放责任 那我们归纳出来 谁会要求你负责 就是这四个 第一个是国内政府 可能会盯着你要求 要求你做负责 那我们举的例子是什么 最近大家知道吗 台湾要规划碳费 被列管的那个大排放员 要为了它的碳牌去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的方法是 叫你缴钱 然后叫碳费 还有台湾还有一个很特别 是环境影响评估 大家知道 其实在台湾要盖场 是很困难的事 空水废土温室气体 全部叫你承诺 要做什么最好的技术 再来是要减很多量 这个都很难 那再来还有我们金管会 针对一些上市柜公司 要求说要盘查 要求说要做一些永续报告书 这些都是盯着你的排放量 叫你负责 所以你的第一个 会叫你负责的是谁 就是国内政府 那再来第二个是国外政府 比如说最近很红的就是欧盟 你现在跟欧盟做生意 如果你出口商品到他那边 他叫你先把产品 你生产这个产品排多少碳 要先跟他讲 那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可能要开始缴钱 因为他就比 对于说你是不是这个碳排太高 比他境内的那个还要高 那他那个多的部分 他要叫你缴钱 这个叫做著名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那第三种是什么 其实为什么画红色 因为台湾是很贸易导向的国家 我们做生意 我们的GDP大概很多 都是依赖我们的那个贸易 那我们现在全球的供应链 一些我们一些国际大厂 你台湾要跟他做生意 你开始要面对什么 要面对减碳 甚至要做碳中和 为什么 因为那些国际大厂 开始盯着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全世界有共识 有愿景 有目标 国际大厂开始承诺 承诺的同时 他把你一起带进去 带进去就拖下水 他自己做之外 他还叫说 他供应链全部一起做 所以我们现在做生意比较麻烦 其实不一定是来自于 国内的政府 国外政府的要求 其实比较麻烦 是来自于生意伙伴的要求 这个发生中 特别对台湾来讲 有点麻烦 那当然还有第四个 是消费者可能会对你要求 因为消费者现在的偏好 开始改变 他们可能会喜欢说 在消费过程 消费是环保商品 然后你提供的服务 是要对环境友善等等 那这一些事情 这种环保的概念 也会影响 我们如果是制造的业业者 我们是服务业业者 我们提供的产品跟服务 能不能够符合 他们的想象跟要求 就有一些低碳商品 碳中和商品 碳中和服务 碳中和住宿 碳中和旅行 然后就开始出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 那你有 你面对到这种环境 你发现说 好多人都开始对我做要求 那你要开始回应他的要求 那我们就要用什么 要很多工具 很多工具 很多工具就是 这几年大家常听到 要去上课 上一大堆课 拿一大堆证 为什么 这个我们简称 叫做气候工具箱的概念 你一个企业 如果要去面对 刚刚这么多的要求 你一定手上有工具 对不对 那你就要上很多课 拿很多证 那包含这一大堆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麻烦的是什么 大家如果各位先进 你有开始有去上课 拿证 你有没有发现说 你上完课拿完证之后 下一步你也不知道干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 就是你学到的工具 可是你面对到问题的时候 你要去解决它的时候 你是要把工具 组合去处理它 对吧 所以你要学会工具怎么用 但工具怎么用 这件事情 是不是老师教你 你就会 其实很难 我认为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最快的方法就是 看人家怎么做比较快 就是你去看那些 比如说台湾的大厂 已经有规模的大厂 或者是已经做了 耕耘好几年的 这一些中小企业 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怎么从 刚刚你看到的那些工具 其实大家都是用那些工具而已 只是用的那个精熟程度 或漂亮程度不同 你去看它怎么用 它怎么组合这些工具 去因应它面对到的问题 这样学习其实最快 也因为这样 导出来这本书的定位 这本书不是在讲概念 不是在讲理论 它在讲什么 它在讲前面讲什么 它先讲案例 它就是给你看十几个案例 看看说国内这一些案例 他们怎么用刚刚那些工具 去面对低碳转型里面 它处理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 对大家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将来工作的公司 你开始面对这些议题的时候 你要从这一些案例里面 挑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要学谁 你知道你要学谁 你就知道说 那你要去引进什么工具 拿什么证照 上什么课 一清二楚 所以这本书的价值 它是个工具书 它的工具书的定位 就是它先告诉你说 那么多的企业 它是典范案例 它告诉你 它怎么面对这些事情 那当然到第二部分 跟第三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讲什么 讲那个碳权交易 因为碳权交易 它其实是个 面对低碳转型过程里面 可能会用到的工具 注意我用的词 可能会用到 为什么 因为碳权 它的重点就是在帮助碳中和 当你自己减很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付出一些代价 不管你是要用投资 还是购买别人捡好的东西 其实它真正的意涵是 我愿意付出代价 去补偿我对地球的影响 它真正的意涵是这个 不是在那边交易来交易去 去赚钱 那个不是重点 在这种前提底下 我们必须要去认识 这个制度它怎么运作 然后再来是国内有什么发展 所以我们有花了一些时间 花了一些篇幅来解读碳权 然后解读碳权怎么运作 当然最后一部分就回到国内 我们会看说国内现在法规 怎么去架构我们的碳市场 让我们想要参与的时候 该用什么态度去参与 用什么方式参与 那当然也有介绍碳教所 碳教所的运作 让大家明白说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工具 在转型的过程 你需要这个工具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去介入 这个就是这本书它的定位 它是一本工具书 它是一本迈入低碳转型里面 你可以来参考的书 那当然就像刚刚那个 那个副社长还有主持人 我们的虚拟主持人有提到 其实中央社很认真 他们这个网站是刚做好 跟着这本书一起做 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 同时我在讨论这个网站 这网站很特别 它就是一个希望去系统性的介绍 净零排放的概念 所以它把很多议题分门别类 然后同时一直在更新 这些国内外资讯 把它分门别类归纳好 再来这网站刚公布而已 大家有兴趣扫码上去看一下 它有个这个东西 结合AI 前两天我自己试玩过很有趣 你就是跟AI聊天 聊天说 有时候你看网站 你也不知道你要看什么 因为资讯很多 你就跟他讲说 我想要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跟盘查有关的资讯 他会先跟你讲盘查是什么 然后帮你找 说你应该要看哪几个相关的讯息 所以很有趣 所以很有趣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蛮鼓励说 大家把它当作你的书签 有时候我们看网页把它当书签 书签意思是说 想到想要看一些静音相关 就点进去看一下 那如果觉得资讯不好找 你就问问机器人 跟他聊聊天 他就会跟你讲资讯 当然我自己试过之后 我发现机器人都是要调教的 你不要问他一些什么尖锐的政治问题 他也不会回答你 但是他要调教 就意思是说 你问的越多 他慢慢学习的越精准 他就会回答你的 他给你的答案 就越符合你的需求 大家有兴趣 可以试试看 他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现在讲说 低碳转型的这种 时代里面 我们需要了解除了低碳转型的知识 我们还要学习数位 其实这个网站就结合了数位转型 跟低碳转型 这两个概念 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也蛮鼓励大家 有兴趣就上去看一看 版面也做得很清爽 很漂亮 好 那我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的引言到这地方告一段落 其实不管是碳交易 还是任何的低碳转型的工具 其实我们在强调的过程 都不是要告诉大家说 从中去获得 比如说交易的好处 或者是可以去炒作一些什么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 这一些工具都是低碳转型里面 公司可能用得到 因为你被别人要求的时候 你要懂得说 你要拿对的东西 去回应人家的要求 它的关键是这个 它是你去面对人家要求的时候 回应的工具 但是它不是让你去炒作赚钱 或想象自己可以一夜置付的东西 所以最后跟大家讲一句 交易真的只是手段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减碳 因为不要忘记 我们前面有讲过 我们最后的共识跟目的 是为了帮我们小朋友 留下一个不要那么热的地球 你会发现最近也很热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脉络 好 那我引言就到这 谢谢